马国明、胡鸿军 这天合体拍摄《黄魔的2.0》 去到40多层楼高的天台取景 这里拍出来的景的确挺漂亮 不过Hilbert要坐在天台边缘 拍这一场戏也别说不害怕 好拍档马明还预先替Hilbert 夹下有多高 这个很大 很高 听完马明这么说 Hilbert应该更害怕 不过有剧组吊起威亚 做足安全措施 Hilbert的心也比较安静 很轻松就坐在天台边缘 其实Hilbert也不是第一次 在这么高的地方拍摄 这个地方这个景 在上一辑的时候 也有在拍摄过 连续影尾 对了 那时比今次更害怕 我是站在这里 大家看到站在那边的位置 但当时因为是晚上 所以不太看到外面 感觉就… 那个游戏会减低 就是当看不到 对了 这次是坐 其实坐在这里一定比起站 没有那么害怕 但你也感觉到脚会震 脚会软的 是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脚刚刚正在震 看不到 你有没有刚刚坐在那边 有没有试过真的这样向下 有啊 有试过看了一下 感觉如何 已经开始软,脚就不敢再看了 只敢看远处 拍剧经验丰富的马明 说Hubert这次也算是小疑科 因为他试过兼会脚丸的情况 我当时拍消防员 我试过游绳 十一、二楼游绳游出去 然后下两层楼 我也试过 但当时我们拍之前 有些消防员教过我们 大概怎样 自己玩过 我想这些是拍戏才能玩到的 有时见你们吊着Wire 有时候还要兼顾文气 吊着去做文气是否做不到 其实是的 我想难再 因为其实这位置一吊着是痛的 这两边会很痛的 你初初吊的时候应该挺好玩的 就是一百两个就觉得挺好玩 但当你吊整晚的时候 就开始这些位置痛 但你痛得来 又要记对白又要讲对白 其实忍耐的力度要多高